欢迎大家出席香港辩论超级联赛甲二组第一轮的赛事 今天的辩题是以主题设计活化公屋街市不设实际 对赛双方为正方保禄六世书院学校 及反方加密柏语中学 现在等我介绍双方的辩元 正方主辩是郑雅慧 我是反方主辩 不好意思 正方主辩是王佩儀 正方第一副辩是曾润琪 正方第二副辩是邓希文 正方杰辩是王梓嘉 正方主辩是郑雅慧 正方主辩是郑雅慧 我們很高兴请到三位評判为今场赛事評分 他们分别是 賽季有教練、資深傳媒人、溝通顧問王傑慧女士 香港中文大學粵語辯論隊前隊員郭惠恆先生 以及中大日夫書院辯論隊隊長莫曉怡小姐 本場比賽分主變台上發問一副二副台下發問及結辯共六個環節 發言時間是4.334 反方主變完成發言後雙方各有一次台上發問的機會 台上發問完成後正方一副就會繼續發言 等反方二副完成發言後就會進行台下發問環節 雙方各有兩次台下發問機會 台下發問完成後將會進入結辯環節 除了台上發問及台下發問環節之外 每次發言時間結束前會有30秒有一叮的提示 叮!大家聽得清楚嗎? 好,那時間就會叮兩聲的提示 叮叮! 超時15秒就會連續叮幾下 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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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同學繼續說的話就會被我強制來正音 詳細的賽規已經發布了各位參賽的學校 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 没有的话,现在先请政方主便发言 你有4分钟的时间 是,如果准备好,就可以说开始了 示威,示威,大家听不听到? 听不听到? 听不听到? 听到,听到,听到 开始 主席评判罪的各位,大家好 街市是必要的市政基础设施 和市民的生活息息相关 然而厌持不少的街市管理模式僵化 设计、拯救过市 为改善公众街市的营运环境 政府于2018年提出街市现代化计划 文化街市,工程包括装工程系统 改善排水系统,提供无障碍通道 但此外部分私营街市更加 在现代化的基础上 用街市更加装饰和摆设 但原则中的筆设实际 根据国与前点之的行为 符合现实状况和需要 故我今日会从 变体中主题 接近无法的结果 和目的审视 主题佳示 是否符合我们居民的实际需求 第一是目的意见 根据前卫生局局长卓伟指出 防卫会兴建公屋街市的目的 是为满中屋村内居民透明的需要 可见屋村居民在公屋街市 是一个主要的服务对象 而根据监察公营街市发展联盟检查所得 八成的居民希望街市 选择多以价格便宜 现时以主题设计 会发布街市的机构 主要为领点与物方 领点其他机构 香港街市 希望以独特的主题设计 成为改去的地标 例如以欧龙格为主题的 慈云山街市 以可用为主题的长发街市 以长发街市为例 为配合主题化 长发街市于添花板上 而再有超过五千个海产吊色 中屏則持有450寸大型显示屏 展示动态的海底场景 门前持有大型的舍户模型等 这些中式子宫欣赏 并没有办法增加货品的选择 和降低价格 可见屋村居设计 根本没有办法满足市民的实际需要 第二就结果而言 根据2018年香港货困情况报告议 公屋住户的货困率为20.8% 而高于厨房的14.9% 股商品的价格是住户首要的考虑因素 而主题设计需要不少的资金 和装修之用 以设计成为旧主题的高充日东街市为例 装修总共耗资约2500万 屯门有马街市的发生工程 亦都需要过千万元 机会资本公共事务及市场总监 王子敬更承认有必要做租金调整 可见主题设计后 承办商会为了新班装申的成本 必然会增加租金 以入东街市为例 尼岛区议员分加标指出 日东街市发生后 商品的价格至少增加1至2成 主题设计后选择不升反跌 以绿色休闲生活为设计主题的天城街市为例 主题设计后 不少小商户被逼退租 于是不少好像日本和牛 阿拉斯加大海等高度的产品 入入街市 连加的食材反映大眼 处于负责或中产阶层的市民 并不能负担此类的食物 变相减少选择 可见主题设计后的价格增加 选择减少 未能够没有中公屋主义的实际需求 更会加上他们的负担 总括而言 主题设计只能改善外观 不辞实际 因此便提理应食了 最后商市民有份 主题化的装饰 对屋厨居民来说有什么作用 正方开辩时间为4分01秒 没有超市,不需扣分 现在是反方主辩的发言时间 你有4分钟,如果准备好可以讲开始 开始 想问听得清不清楚,不好意思 好,开始 各位大家好 在40年前 香港兴建街市 只是为了解决卫生问题 将路边摊由户外迁入室内 可以说街市的设置主要是针对清洁问题 根据今年1月份 经文联的改善全港社区卫生环境研究报告 公共街市时有暑质,垃圾堆积,长生斑驳这些问题 是仍然存在的 但如果今天我们仍然停留在 街市是为了解决地方清洁问题的话 我们就只会局限于推行一些街市清洁日的活动 问题根本就得不到改善 但事实上,随着时代的改变 我们要突破思维,注入一些新的元素 令市民购物能够庆心如意,留在其中 利用主题设计来活化街市 正正就是适合着现金市民需要的方法 柳方其实对于我方的定义就是理解错了 其实主题设计绝对不只是一些无用的装饰 事实上根据事件的定义 活化是只透过改善经济和环境状况 为到地区带来新气象、新色彩 因此其实将街市交易主题设计 除了是一些装饰之外 我们也会在通道设计 在摊档的安排等等方面 作出一些相应的配合 不单只能够改善到卫生 更加能够给予商铺一个新的经营环境 又能够给到市民一个新的购物体验 是适合着大部分人的需求 绝对不像有方说到那么一文不值 如果有方认为主题设计不像策励 便必须指出这个概念 对于商户对于市民都没有任何利处 否则有方今天难以证明 所分完全是赞同有方今天 对于市民认为市民对于街市的需求 就是多样化和价钱便宜 因此有方反对变题 其实原因是有二的 第一是符合零售经营 但现时很多街市的商铺是空置的 透过活化能够重振一些经营惨淡的街市 去改善他们的营商环境 以丽国街市为例 它未活化之前 卫生环境是欠佳 空置率更加高达八成 在19年街市就以一个货柜集装商做主题 实行活化 空置的摊档基本上绝了色 两方说我们今天的主题活化是装饰 完全没用 但绝对不止是这样的 其实礼国街市的环境不单有改善 而且除了一些旧有的商户能够落户之后 我们也增增了小吃街和夜市等的新元素 这些其实全部都是我们主题设计里面的其中一个部分 加上它入营入隔的一个主题设计 能够令到礼国街市变成一个打卡热点 商户看到人流又增加 相比起以前的惨淡经营 其实礼国街市是重现了一个活力 商铺全部都能够出租 就连在礼国街市经营五金店的楼山都说 其实商户在活化之后能够见到人流增加 三倍 好像死城复活那样 可见其实活化街市能够改善经营环境 甚至令到它成为新一代的地标 主题活化为什么就是不适合实际需要呢? 第二,迎合市民需要 透过主题活化,街市能够满足市民的购物需要 就像自由方说,多样化和便宜 第二,东街市为例 它以怀旧香港做主题活化 呈现了60年代的九龙城风暴 在购物方面,商铺少了,新铺多了 为市民提供了更多元化的选择 自然就能够成为市民购物的好去处 市民购物清心如意 自然人流就会增加 另外在主题设计方面 其实除了街市里的旧街路牌 传统的手札,巨型纸飞机等等 其实我们能够看到 现在在街市能够重现香港的历史 令街市的作用除了购物之外 更加是彰显着香港的本土情怀 因此今天变题理应不成立 代谢各位 反方主便所用时间为4分09秒 没有超时,无需购分 接着是台上发问环节 先由正方抬上任何一位便员 向反方主便提问 发问时间1分钟 反方主便准备1分钟时间 够1分钟 所有时间结束前15秒 有一丁的提示 之后由反方抬上任何一位便员 向正方主便提问 发言时间同相 双方均向对方提问一次 和回答一次之后 变回回正方一副的环节 请问双方有没有问题 没有 请评判注意 填写台上发问分子的时候 要特别留意填写的次序 特别是反方的分子 第一格依发言次序是回答分数 第二格才是发问分数 好 好 现在请正方自由派出一位便员 在台上发问 好 听不听到大家 反方同我听不听到 听到好 开始 请一方堂今天提醒一条片题 原来他说木化是主题设计 也就是说有另一个方法 有方主编也提出了 原来现在是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是现代化 第二个就是主题设计 而担心有方主编你所说的东西 全部都基于现代化的蒙障和设施 你这些现代化设计 根本不是正常主题设计 有方正面回应我方主编所说的 一些蒙障的装饰 究竟在主题上面做到什么呢 谢谢各位 好 正方的台上发问用了33秒 现在就是由反方一分钟准备时间 现在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可以 对 试音乐 试音乐 有7秒 6秒 准备时间完结 请反方的主编答辩 你有1分钟的时间,如果准备好可以说开始 试麦,试麦,听不听到? 听到,正方同学听不听到? 正方同学听不听到? 好 开始 首先多谢有方的问题 但其实要来车一件事就是 有方语口诗诗说现代化说得这么好听 其实简单来说真是翻身街市 装快一些冷气,装快一些吊灯 将环境变得干净一点 其实根本就不符合对于活化的定义 根据事件的定义 活化是指到透过改善经济和环境状况 为到地区带来新气象和新色彩 因此其实我分工畅意的活化 是透过一些改善环境摆设 和通道的设计 摊档的安排 甚至乎是增加一些小食街 增加一些夜市 去改善整个街市的定位 给一个新的元素下去 而不仅是 好像有方语口的翻身那样简单 因此今天的变题 绝对不仅是 作为一些无用的装饰 而是提高一个新定位给街市 令街市能够增加人流 成为一个全港的新的地标 答谢各位 反方主便回答时间用了58秒 没有超市 现在请正方自由派出一位变缘 作台上发问 反方自由派出一位变缘 作台上发问 试咪试咪 准备好 可以讲开始 开始 大家好 有方今天说 对于街市行量标准 是看市民的选择会不会多元化了 以及他们买饭的街市会不会便宜了 今天我想讲就是 我们透过这个主题活化设计 我们能够增加一些小食街 一些野市 亦有一些不同的新的摊位 例如是 鱼档、街档 其实全部都会有的 亦有一些新的主题设计 其实为什么是不能够令到 市民对于街市的选择 以及对于他们买饭的选择是多了的呢 为什么做不到多元化这个目标呢 谢谢各位 反方发问时间用了39秒 现在请政方主便答辩 你有1分钟的时间准备 现在开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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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準備時間完結,現在請正方主辯答辯 你有一分鐘的時間,如果準備好可以說可以 請問大家聽不聽清楚,反方和我聽不聽得清楚 好 開始 韓主席、伴聚力、各位,大家好,很感謝日方和我的發言 現在回答日方和我的問題,首先,增加小食加這件事是現代化也可以做到的 不僅是主題設計 另外,有方和我現在一直都在說,現代化有什麼不好,現代化又是有什麼不好的 不過,請有方和我多認真一下,主題化的利儲在哪裏呢 是否真的會令人流更多 另外,有方和我都說到,為什麼主題設計做不到選擇 表面上,主題設計真的可以引入更多商戶的 不過,實際上,市民的病可以負擔得到 主題設計之後帶來的商戶的那些貴家送 所以,從市民的角度來看,他們並沒有增加的選擇 我的回答就到這裡 請問一下 好,正方回答時間用了56秒,沒有超時 海上發問環節結束了 現在輪到正方第一副別的發言時間 你有3分鐘的時間 請問,請問我聽嗎? Deng phone 聽不聽到? 很小聲,可以大聲吧? 很小聲 很小聲 尋回答行,聽不聽到? 聽不聽到 不过清楚一点就好一点 清楚一点就清楚 哎呀 哈哈哈哈 示茫示茫 听不听得清楚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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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有方是听不听到呢 如果听到的话我们就开始 是 没有想听 靠谱 是 no 不醒了 我告诉我听不听 那个会不会回答我们 是 听到我听到 OK 可以了 好 请评判在座各位 大家好 今天身份定义出现分期 有方法 事件鼓劫身体脏弹反复的论点全部 基于现代化尝试混蓝试听 有方所说的主题设计的定义在哪里 请提出权威论证 而根据香港品牌特指局 有方所说的通风和主题设计 他们通通都是独立个别的项目 所以有方同学不可以将这些硬件 硬件配套归类为主题式设计 而请混书及行屋局副局长苏惠文指出 街市主题化纯粹是一个概念 换而知主题化针对概念装生 现代化针对应用设施 可见两者不能并不一样 请有方并不再混乱试听 并且有方都知道就是混书中的主题设计 不切实际 所以至今论证现代化或化街市设合实际 第二 今天有方反对变题的论点有二 第一 主题化设计符合销售经营 有方说主题化令控制问题得到改善 但就短期而言有多少由于主题设计而言 街市的人口侯实际又多了多少呢 他们会议的东华区过来 大家成为街市的主要客业 就长期客业而言 上天街市是以70年代的环旧香港为主题 其实同一区已经有同样的旅游景点 例如天后虎庙 街市这些和旅游景点相同的主题设计 又凭什么认为客专门去街市买菜 而不是去旅游景点 第二 主题设计符合市民需要 有方说有些街市主题 有些街市的主题设计可以重现历史 首先有方同学以偏概全 未有重整体论证 很明显有方同学都不敢看整体街市的主题 只是简单有方有利的类子论证 即是有方都知道主题设计后的街市 一般无分见到当地的历史 第二 街市的主题设计有些不单止重复了 更加是不符合当地的历史 例如宝塘的宝达市场 以鸿岸八为设计主题 但是宝塘的特点真是什么 第二 而池环三市场主打欧鹿小镇 但黄大师区里面最著名的特色是 黄大师指和欧鹿小镇有什么关系 难道这样也算特色复诚 来到最后 有方正在看表面的空子轮 完全看不到背后的实际情况 以田园主题的龙康家市为例 多家市疯狂加租 有种族商务比加赤租 过四倍 例如石尼街市主题设计后 有大约八成的小商务 有方所说的接近现实 是不是就代表少了 没有被逼中 正是准备外交商品 导致该民的负担加重呢 谢谢各位 正方第一负变时间所用是3分13秒 没有超时 没有扣分 现在就是反方第一负变 你有三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可以讲可以开始 请问听得清不清楚 听得清不清楚 正方同学听不听得清楚 正方同学听不听得清楚 试咪试咪 听得清不清楚 不好意思我们听不清楚 试咪试咪听不听到 听得清不清楚 听得清不清楚 其实应该不是你们的问题 因为我们学校突然间 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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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可不可以等一等 好 好 一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梦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好,现在可以了,你们可以 继续 继续 试咪 听不听到,请问 好,开始 各位大家好 有方现在要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有方担心活发之后 市民买素没有选择,但其实又是否真的这样呢? 当主题活发之后,人流就会增加 除此之外 生意就会增加 商铺为了可以赚多些钱 有多些生意,就会选择进入这个商场 就会形成了一个商营的局面 请问有方还有什么忧虑呢? 第二,成本高,物价就会上升 有方认为主题活发成本高,物价就会上升 不要说商铺经营成本是否真的会大增 成本高,物价是否真的会上升呢? 在2017年的时候,政府和107动力 分别都做过全港街市物价调查 两者都发现私营街市比政府街市买送更加便宜 政府街市甚至比私营街市贵二乘六 按有方的逻辑 政府街市租金成本低,物价就应该低 那为什么解释这个结果是会相反呢? 成本高就代表物价一定会上升是否合理呢? 其实不是的 事实上,物价高的原因可以有很多 有方又怎样单纯说是因为主题活发造成的呢? 主题活发之后以例各街市为例 当区区的原因就指 放物价的物价都很合理,甚至有不少优惠 物价并非一定会上升 再看看同华为主题活发的屯门有外街市 以后只有一间鱼当就好像独市一样 令元朗的售价甚高 活发之后街市有至少四间鱼当 引入了竞争,以免推高了高产品的价钱 有方就单纯说是主题活发 物价就一定会上升,其实是否合理呢? 最后来到这里,街市商铺空置 市民又认为是没有选择 跨区卖送影响市民之外 又浪费以主题活发设计公屋街市 令土地可以用得其所,增加租客 令死城复活 活发后增添了更多元素 就像小食、休闲、娱乐等元素 迎合了更多市民的需要 提供了多元化的选择 商户市民齐得益 又怎会是不辞实际呢? 谢谢各位 反方第一负便,所用时间为2分12秒 没有超时,无需扣分 接着是正方第二负便 你有3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可以讲开始 请问大家听不听到? 听到吗?听到我就开始了 听到 评判在这个位置,也许呼呼呼之 我们提回清楚定义定义夜分期 我方一夫已经从官方的定义方面 和有方讲明了 原来应该和主题活 两者是不可以跟他说话议谭 有方的学校和我方讲什么? 同学方讲事件局 说要做化是要令到街市有新气象 所以就用主题設計 然后台下和尚发文的时候 还要承认了原来主题法是做到地方 所谓的令到街市的环境更漂亮的 这个地方 原来现代化做到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还要现代化这个无用的装饰 令到他更有新气象呢? 是否有风河你都承认了 原来主题法只做到新气象 这三个字呢? 而我们先看看清楚 有些主题乐园的直视 他们叫主题乐园 就是因为他们要跪着某个主题做装修 而主题乐园的定位就是给油画电话 但是街市的定位是做什么? 是给人买送的 而公屋街市的定位更加是符合给屋处的市民去买送的 我们现在看完公屋的居民在香港无办法负担贵价送的时候 又还要给他们一个生气阵 是否按照他们的实际需求去做这个活化呢? 所以看回其实油肯和我根本全是不辞实际的 现在看完按照油肯和我罗修 刚才所说的 第二个问题和我说 有些街市可以重现历史 但我可以问到你了 其他街市根本不是以外交香港来做主题的 那些主题是什么? 是红萝卜 中国古代四合院 请问是存现了什么历史呢? 我根本不明白 我根本不明白 原来有通风口可以带来新气障 我根本不明白了 通风口究竟是什么主题 难道欧陆风格的潮温生市场 它们的主题就是欧陆风格 所以它的冷气是欧洲制造的 如果和风主题的组织市场 它们的冷气是日本制造的 有通风口你自己也认定不到 你所谓的无障的设施 或者是通风口的现代化的设备 究竟是什么主题的时候 有方理所这样的 这些改善环境 根本不是主题化可以做到的事 而我们看清楚 有方主题根本非常直线落筹 和我方说 原来现在有空置率的问题 主题化之后 就会令到空置率下降 然后商购多了之后 选择就会多了 我们先看清楚 原来 你所谓的问题 很容易的 只有数字 你现在看回原来 当初里面 卖的是什么 全部都是贵价值 那些市民进入到街市里面之后 发现他们帮神开的小点 全部都因为无法成 租金 而这样搬迁了 现在的街市 全部买的都是什么 贵价值 我方这边说 建成街市 还有些小西方街市 引入了的选择是什么 原来是贵价值 都称为这些贵价值 公屋居民 他们是否负担起呢 是否负担起呢 可以见 有方说 到你们 是不是 不是 给一个真正的街市 给公屋住 而且是非常不负责 在外面问何不食入市 有方说 何不食入你 WHAT? 企实在和呗 แตic 各加室 请问等举到途中应在哪裏 今天男 TV是非性的 行运 blood 正方第二负变时间 是3分24秒有超时需要求分 好,現在是交遊,反方第二負面時間 你有三分鐘的時間,準備好,可以說開始 可以 大家好,今天有分第一,主題定義和現代白設計定義搞錯 有方今天跟我們說主題活發有什麼歷史價值、地區價值 我方完全不明白,反正有方認證清楚兩者有什麼關係 為什麼主題活發有什麼歷史價值 第二,有方說我們今天將兩樣東西混為一談 不是,我方不是混為一談,我方分得非常清楚 今天有方的現代化設計是什麼呢? 加暴冷氣、換地板、換長磚的現代化設計 我方講的主題活發設計,主編講得很清楚 例如是華明街市,他將整個街市裝修到一個四合院的設計 無論是裝修到裡面的氣氛都是四合院的 例如是麗角家市,將整個家市變成貨櫃 以貨櫃為一個主題 和有方的現代化家市怎麼會沒有分別呢? 定義兩者搞錯,我也不要緊 有方今天,第二,我們今天看變題的時候 今天不是一條比較的變題 我們不應該將主題化設計和現代化設計 放在對立面上 我們要看的就是現代化主題活發是否一文不值毫無用處 首先第一,有方今天很擔心就是主題活發設計 增加不了市民的選擇 只是帶來升氣象,沒有其他作用 我方不明白了 今天我們主題活發設計多了新的 例如如華明街市那樣 用一個四合院的設計 自然吸引到更多人,更多市民來 更多人買東西,更多人買東西 更多人買的時候,商店都會自然想進駐這個商場 因為街市更旺了,多了商店進駐的時候 自然選擇便會多了 選擇多,商店多,競爭多的時候 物價反而會壓低了 所以今天我們見到不像有方這樣 我們見到有方今天最擔心的定義 最擔心說買送這個不行 其實主題活發同樣都是可以買送的 第二,有方擔心的是加重負擔的問題 加重負擔有方擔心幾件事 第一,是小店的問題,有方今天跟我們說 多了租金,主題活發之後 小店會迫走,我方不明白 小店迫走連鎖店進駐 如果連鎖店的物價不貴 食物質素是好的時候 小店迫走連鎖店進駐 這是消滅社會變得很自然的現象 我方不明白 第二,有方說設計、裝修的成本 有方今天舉好一個例子 說不知道哪個家庭有幾千萬 我方也看到,有方想要論證清楚 為何這幾千萬在主題活發 家庭上就看到 今天我方說的裝修成本有些什麼 例如是家庭本身的地理位置 家庭本身的大小 家庭的結構 工程時期影響到其他居民 這些通通都是計入成本的東西 有方論證清楚 為何多了主題活發一塊東西 就會突然多了這麼多錢 可以論證清楚 所以今天成本引來兩方面 第一是市民物價上升 第二是租金 我們先說物價上升 我方今天說物價高 其實根本只是推論出來 沒有給過任何實質的數據 我方對這個說法存疑 反而我方見到處置 物價根本沒有很大分別 如華民街市的時候 物價反而降低 所以我方出論證清楚 多謝各位 反方第二負面 所用時間為3分08秒 沒有超時無需扣分 現在進入台下發問環節 先由正方台下派出一位便員 向反方台上的便員提問 正方無權指定回答者 反方可自由派出台上便員回應 台上發問時間一分鐘 台下準備一分鐘 再回答一分鐘 所有時間結束前的15秒 會有一丁的提示 之後由反方台下派出一位便員 向正方台上便員提問 發言時間同相 雙方各有兩次台下發問的機會 而兩條台下發問 可以由同一個便員提出 雙方同學有沒有問題? 一鹽 就如同一個便員提 stub 和謊 你有1分钟的时间,如果准备好可以讲开始 正方同学,台下发问环节开始 正方同学听不听到? 听到 可以 正方同学,你是否说了可以? 是 等一会 正方同学,有方同学 正方同学,有方同学指出今天的活法 是会写给大心气象 但是大心气象这件事是变代化做到 未大恶方现代化做到出来的认识 但是有方同学,今天变题讨论的是主题活法 正方同学,重点强调主题活法 其实有方同学也承认了原来主题活法 只有装 只能跟着一些主题所作出的装修 才有方同学解释 为什么主题活法 是可以包进入活法里面 各位 正方同学的台下发问时间了26秒 好,现在反方同学有1分钟的时间 等一会 不好意思 1分钟时间开始 嗯 参 嘻咪嘻咪 嘻咪 聽不聽得清楚 正方同學聽不聽清楚 好 現在你有一分鐘的時間準備 請講開始 開始 各位大家好 首先謝謝有方的問題 其實我們今天淪為了定義之生 有方不斷強調主題設計 其實有很多東西現代化都能做到 但我們今天要留意的是 今天討論的是 用主題設計來活化街市 是不是不設實際 因此我們應該專注於 主題設計活化街市的成效 和帶來的效果 而不是看現代化能不能夠 令街市增加人流 事實上 主題活化絕對不只是 有方所說的加裝飾 這麼簡單 而下我們希望令到街市 成為一個新的地標 新的打卡熱點 令到它注入一些新的元素 事實上 很多人對於街市 可能仍然停留於 40年前 用鹹水草去摘著菜 這麼殘舊的印象 但事實上我們要突破這些傳統思維 去注入一個新的元素 令到街市成為一個新的熱點 令到它吸引更多的人流 因此今天變態已經不成立 多謝各位 好 現在請反方派出一位變原作 第一條的台下發問 你有一分鐘的發言時間 如果準備好可以說開始 反方同學 我想問聽不聽到 整方同學聽不聽到 聽到 聽到 開始 大家好 今天友方不斷跟我們說 我們所提倡的主題活法 是等同於友方同學所說的現代化 但其實友方同學對於現代化這個定義 是很模糊 是沒有一直很清楚地跟我們說 所以請問友方同學究竟 現代化定義的意思究竟是什麼呢? 多謝各位 好 呃 反方同學發言時間22秒 現在正方有1分鐘時間準備 現在開始 我們請客 多謝 最期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準備時間完結,請正方派出一位辯員答辯 你有一分鐘的時間準備好,請降開始 請問大家聽不聽清楚 清楚 不像 主席評估盡各位,有很多人有公開發問 但先回到有關的問題 首先,有可能我根本沒有聽到我幫主編所說的 我幫主編已經說過 現代派定是為了改善公眾街市營運環境 政府在議員辦理所提出的街市營業化計劃 建築街市工程包括前風調的效果 改善台上提供和提供無障礙等 但是現時來說 有幫同學現在完全是爭取現代化的定義而言 根本無論直到主系設計是甚麼 所以有幫同學論證一下 主系設計的裝修局 究竟有甚麼作用 多謝各位 請正方的開始 請開始 正方通imento 主席評判作作, 今天有關一開電就強調主題設計可以增加人能 但其實主題設計的街市並非可以反映當區的特色 就像池玲山街市主打歐六公席 但黃大仙區的特色明明就是黃大仙寺 就算當區的建築物, 當區的街市可以對應當區的特色 以華舊主題風情的順天街市為例 其實當區已經有同樣作為華舊主題的天候股廟 為什麼那些人就會去華舊, 就會去順天街市田圍去天候股廟呢 因為在這種情況下有所謂的主題設計, 主題街市主題設計增加人能 如何做到的呢, 有哪些人會特意去這些地方去看這些街市呢 多謝各位 好, 正方所用時間是52秒 現在反方有1分鐘時間準備, 現在開始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ушки 是可以 你再三秒 好 反方同學有一分鐘的時間準備好開始 是可以 多謝右方的提問 首先第一件事是說當區特色 我方不明白當區特色是否真的那麼重要 主題活化為何一定要有當區特色的元素 這是由方出來論證的 第二就是由方很擔心 有沒有多個選擇 對公屋的居民有沒有好處 我方回答你 有 會多個選擇 為何多個選擇 你的主題活化之後 整個場地主題活化吸引多了人去街市買菜 環境好了 衛生好了 自然商鋪都會想進駐回這個街市 多了商鋪 居民便多了選擇 這個便是正正對當區居民的好處 所以最後就是多人流 多謝各位 好 反方使用時間44秒 沒有超時 現在請反方拍出一會 原作第二條的台下發問 你有一分鐘的時間準備好可以說開始 好 請問 DP2 請問äsident 聽到 整方給我聽到嗎 聽到 開始 大家好 街市的角色 我們都說過街市的角色 和40年前不同 有方所說現代化 就是可以增加空調去迎合市民的需要 但是這樣和普通的翻新 有什麼 沒有任何用處 主題活化可以迎合市民多樣化的需求 活化成有一個新元素 又可以供給市民購物清心滿意的地方 我想問有方同學可不可以提供 另外一個更加可以切合實際 又可以迎合市民現在更加多元化的需要方案 多謝大家 好 反方想用時間40秒 現在正方有一分鐘 時間準備 現在開始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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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請請請 請請請請 准备好可以讲开始 听不听到吗? 听不听到? 听到 开始 有没有跟我刚才说 原来市晚我们需要一些多样化的需求 但先看看 需要多样化的需求 不代表不用 不需要基本的需求 但现在最基本的需求是 是价格便宜和选择多 何方义父已经论证过 原来他们的选择没多 商铺买的全部都是贵价商 进去根本什么都买不到 完全不知道这个选择多重是什么 而且价钱也没有便宜 所以有个团 你们连基本需求都没有解释的时候 就向我图成一个多样化的东西 而这个多样化是什么? 就是一些无用的装饰 有个团全场都搭不到 究竟一些无用的装饰 有什么用的主题装饰 又对公屋住户有什么实际的用途 有可能回答不到的时候 很明显就是不辞实际 又可能和我今天全场需要的帮养化 需求 杂购的是什么呢? 原来就是价格漂亮了 我想问你 有问题有关 请问公屋住户 他们现在很需要一些实际的东西 他们要过这么美的 一分钟时间已经够了 好 现在呢 就是这个 我想提一提 我是评判 我提一提 因为我翻查的赛规 网上超时不会扣分 刚才正方的异父同学 超时了9秒 是不会扣分的 应该会立刻召唤一句 所以评判虽然不需要扣分 但也不需要考虑正方异父 最后的9秒 或者最后的一两句话 说些什么 如果评判认为有需要斟酌 在这里再处理的话 这是评判自己的决定 所以稍后结辨 同学如果一到15秒 主席会自动摸我们两个米 好 好 现在呢 就是结辨环节 双方结辨有一分钟的时间 准备现在开始 就是结达 3 4 5 5 5 感谢观看 一分钟时间准备已经完成了 现在先由反方主变总结 你一共有四分钟时间准备好可以讲开始 是,听到吗? 大家好,辩论来到尾声,纵观全场 有方要政立变题,必须解决几个问题 首先有方没有举过现代化的例子 有方说的改善环境,主题活化都能做到 主题活化更加能增加人流,及人相抱入住 有方说的加暴冷气,怎样能够有效 更加比主题活化更加有效呢? 而且有方说的没有选择 又是否真的这样呢? 活化了之后吸引到商店 怎样会造成有方说的没有选择的疑惑呢? 而且有方就说到主题活化之后 就会令到赶走老店、小商店 但事实又是否这样呢? 屯门以童话做主题的有外街市 超过四分之一都是老店 而且在石离街市里面 也保留了至少20间老店 根本就不会造成有方所说的问题 而且第二,有方就说 活化街市成本高,导致物价上升 令到市民不能够负担 就算真的物价会令物价上升 请有方论证 是否因为街市活化,所以物价才上升呢? 我们有没有考虑到来货货品减少 都可以导致物价上升 例如说中国或巴西发生猪瘟 猪肉供应短缺,价格同样可以上升 根据统计处和食环署的资料 街市物价上升的原因 是与街市人口分布不均有关 以沙田为例,区内有66万人 但是街市寥寥可数,市场竞争减少 价格同样可以发生 可见,物价上升的原因很多样 有方我如何论证活化导致物价上升的主因呢? 请有方给出数据和例子 第三 第三 有方说 公屋街市 有方为活化街市不符合公屋街市定位 现时街市角色和40年前不同 我们要照顾市民更多元化的需要 时代改变 街市不再为了解决卫生问题 我们可以运用主题活化,增加新元素 17年,青衣长发街市完成活化 街市与水族管为主题 将7米的电视屏幕模移成大型鱼缸 天花更加切有海豚和救生圈等等的摆设 吸引了很多市民来打卡 增加人流、增加生意 既然市民支持 有这么多人来消费 证明主题活化的概念 并非一些实际益柱都没有 绝对不是有方所说的不切实际 那为什么有方还要抱着这个新思维 街市的定位是否应该要一成不变呢 总括而言 主题活化公屋街市 为商户和市民带来了新元素和新色彩 为商户带来了利益和商机 活化之后吸引人流 生意额增加 市民选购货品更加多元化 活化之后能够扩大营运和拓展的空间 还会吸引其他人来投资和到访街市 令街市更加多元化 因此主题活化并非不设身 实际 多谢各位 本方结变所用的时间为3分26秒 无超时 好 最后由正方主变总结 你由4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可以讲开始 请问听不听到 听到 好 开始 好 主席 评判 各位 众官全场 今天有方同学总共有3个问题 第一 定义模糊 有方同学一开始就和方说 现在主题化应该是改善到当区的经济 改善到当区的环境 但有方同学用什么论证呢 用主题 用现代化去论证 有方同学说 现在主题化应该是包含冷气 排空气动等等的设施 所以可以改善到当区的环境 其实有方到后来都自己承认了 其实现在现代化 有方同学所说的现代化 是选择 有方同学自己说的主题化 所包含的冷气 排空气动等等的设施 很明显有方同学 都在自己主题化的定义那边都已经讲过去 然后去到第二个问题 就是 无资料 有方同学在哪里无资料 是两个方面 第一就是价钱的问题 有方同学一开始就无资料 现在多了社会进驻 所以价格就不能低了 但是现在我方问了有方整场 有方同学提出数据 有方同学提出数据 但有方同学由始至终 都没有提出任何的数据 他支持有方的论点 但其实相反 我方同学都已经提出了很多的数据 例如说龙云街市 即是来街市等等的 在商户进驻了之后 物价是贵了 但有方同学都一直在处备这个问题 即是有方同学都承认 原来现在价格根本就没有因为商户进驻而变低了 然后有方同学在物价说不过去 物价低那里说不过去 就开始和我方说 现在因为有其他的因素去影响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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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物价贵了 都不是因为主题化 主题化意大利的影响 即是有方同学都开始退了 都开始不敢动证 现在物价是因为主题化之后 商户进驻了而变得更便宜了 然后第二个位置就是选择多的问题 有方同样的也没有举出过任何的资料 或数据和普通论证 现在因为商户进驻了 选择变得更多了 有方所谓的选择多了 都只不过是因为有商户进驻 表面上好像选择多了 但其实商户进驻了之后 物价升了 有方同学的公屋住户都未能负担到 到最后 他们只能够跨去其他地方 买菜的时候 选择多了在哪里 有方同学 选择多 物价低 这里也论不了 所以说到第三个问题 就是未真正考虑过 现在这条变态 公屋街市最主要的 普通论 有方同学一开始 表现上好像针对公屋住户的考虑 但实际上有没有考虑过 这些公屋住户的感受 有方未能认证到现在 这个主题化之后 物价是便宜了 选择多了 有方怎样才能考虑到公屋住户的感受 而公屋街市 普明思义 当然是考虑了公屋住户的需要 就好像商户人士的继续 就是为了商户人士的继续 难道有方可以说 可以说为了因为方便其他人 拆了洗手间的继续吗 不可以 同样的 有方可以说 因为由其他的受众 例如说旅客商户 所以可以不顾一切强行用主题化 用主题文化 可见有方其实是古科某家 最主要的服务对峙也弄错了 所以可以考虑如何折扣什么 并至少 到最后 各位幻想一下 我们来的地方 里面触入了一个 唐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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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时间够了 比赛了现在告一段落 大家請稍等一下 提提評判最佳辯論員是需要額外評分的 每位評判請先選出三位表現比較好的辯論員 再分別給分數 最佳的位置會有三分 第二佳的就有兩分 最正低的位置有一分 我補充一下 在評判的分子上 他現在寫是三十二十 但也沒有分別 最佳是三十分 次佳是二十分 第三名就是十分 評判可以考慮除了是台上同學發言的時候 也包括他們的發問或答問的表現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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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評判給分的時候 在計分的時候,不如我們評判自己給評語吧,好嗎?主席 好的,要不就先請王傑瑞小姐給評語吧 好啊,我很簡單這樣比就可以了,因為網賽也是一個新的嘗試 所以可能中間也會有一些技術問題,如果處理得不好就請大家多多見諒 同時亦因為網賽不計分,重視參與和進步的意義大過 到最後會不會影響大家升降班,我就從這個角度給我的評語 這條題目就是根據恆生指數的結果決定出來的 不過其實這條題目,我們每一位的四個創辦人家,另外的教練一起出的 這條題目剛好是我出的,其實 所以我出的時候,當然有一些想法 我想法就是包括兩件事,第一就是 究竟同學經常上學走過都看到街市 究竟他對街市有沒有感覺呢? 究竟這一代人知不知道街市的作用是什麼呢? 當然未必人人會入街市 但事實上社區一定整座這樣動在這裏 可能沙田區有幾個,大埔區有幾個 究竟你們怎樣看這件事呢? 第二,活化還要用主題設計的形式去做活化 這是一個挺新的概念 它裡面牽涉的就是一個複雜的做法 就是究竟街市應該是屬於實際還是美觀 還是又實際又美觀的呢? 這裡其實我寫這條題目的時候 我就是希望同學可以真正透過辯論走入社區 去思考一下你身邊所有的東西 就不用整天都想來想去都是政治議題 因為其實所有的東西都是源於我們身邊的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會覺得 今天正反方的分數很好 在XL裡面就已經立刻看到了 但是在我手上來說 其實分數是很接近的 理由就是大家都分別有妥善和不妥善的地方 我會覺得在內容上 正反方各有自己的優點 正方的優點是資料多、例子多 這是非常明顯的 他們在不同的企業經營的主題設計 以及主題的街市是什麼街市 設計是什麼設計 所採用的例子都很豐富 這個要賺的 不是說反方沒有例子 不過相對來說就沒有這麼充足 但是另一方面 我也要稱讚反方在推論上 其實是比正方來得完整的 因為正方是從一個很簡單的位置出發 就是總之主題化就是貴了 食物就是少了 居民就是沒有選擇 好輸啊 就是這樣 但實際上在推論的過程中 正方都沒有辦法扣連說明 為什麼這件事是關於主題設計時 而不是關於現代化時 我可以想像 就算你不走去主題設計 你只裝冷氣 你減少一些店舖 讓通道更闊 你除暑 這些其實都要成本 所以我會覺得 正方在推論的時候 尤其是去到他們一副打後 他開辯沒有說得那麼清楚 去到正方一副打後 他嘗試將現代化和主題設計分開的時候 就開始看到跌入了少少推論的陷阱 陷阱就是 第一 他沒有辦法證明 為什麼主題設計一定貴了 他只是想當然地說明 總之有裝修 裝修就貴一點 第二 他也沒有辦法 反正 為什麼現代化不會一樣貴了 例如領展很貴 領展沒有主題設計 很多街市都貴到飛起 又或者 其實反方後來也有舉過一個例子 就是在那個數據上 政府街市更貴 那政方你怎樣解釋呢 政府街市又融又爛 店舖又少 又濕粒粒 大家都不會反對 但是為什麼他的物價 更貴過 一些你們口中的主題設計街市呢 那麼這個這麼大的推論的空洞 其實由頭到尾 正方都是沒有處理過的 四個同學都只是一味堅持 總之主題法就不可以 現代化就不可以 這樣而已 在這一方面 我會覺得在邏輯上 不是那麼完整 所以 是一個問題 但是反過來想 反方作為反方 你最大的作用 就是去挑出正方的主線問題 然後告訴評判 為什麼這件事不合理 在這個過程中 我聽到有個別的同學 有在他演詞中的部分的情況 是做得不錯的 例如二夫 他一開始 雖然這個同學很新的 我聽得出 他二夫一開始的時候 他的道理的解釋是合理的 或者去到後來 有些時候 你們回答台下 我都聽得出內容 甚至去到結辯 我都聽到做法 但是我覺得今天反方最大的問題 作為一個反方 有兩件事 第一 就是你們不知道自己的贏位在哪裡 如果你們知道自己的贏位 我舉個例子很簡單 就是我剛才這麼說 你四個保六的同學 萬禁話貴呀貴呀貴呀 而你們知道自己 喂,政府更貴呀更貴呀更貴呀 其實如果你只要知道這件事 你用這個例子證據 去保六六世 要求他回應這件事 你們有很多機會的 就算不是台上都 例如你們可以在台上發問 例如你們有兩條台下發問 兩條台下發問的同學 這次我們有台下發問的參與 就更加可以考到台下發問的同學的功夫 你們有最少三次的機會 就算不講法言 去質問保六六世的同學 那你怎樣解釋這件事呢? 你解釋吧 我猜保六六世的同學不會覺得這件事容易解釋 這就是你們其中一個贏位 第二個贏位始終沒有解釋清楚 而令到正方玩全場的就是 究竟主題設計和現代化 是否必然對立 他們好像說到 當主題設計後 現代化的事就做不到 又或者 只是做現代化就可以了 主題設計是沒有意義的多餘的 浪費鬼氣 於是 反方的問題就是 問第一 兩件事是否一定要對立 現代化很好 那主題設計可不可以超級很好呢? 為什麼兩件事一定要對立 一定要現代化好 就主題設計不好的呢? 主題設計不能包含現代化的嗎?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主題設計有什麼增值的地方 我覺得反方始終講得不清楚 你們中間有一點點提到 例如主題設計可以提升這個地區的特色 當對方一提說 喂!那我這個區有天候古廟 我為什麼要天候古廟街市呢? 又或者是皇大先 那就不需要有了 這裡其實都很有趣 他們這個你可以說 如果正方處理得好 可以是一個兩欄 但是就這樣聽 現在不是用兩欄設計 其實正方有一點矛盾 我根據這個地方的特色去設計 古廟有天候廟特色 你又說我無謂 然後我不根據皇大先 用皇大先廟的特色去設計 你又說我無謂 那是怎樣呢? 可能結論就是無論如何都是無謂 但是由於你們沒有推到到最後 無論如何都是無謂的位置 所以我就這樣聽的時候 我會覺得那兩個例子 以聽下去有一點矛盾 但即使是這樣 其實反方是否不需要拼搏 我看到你們全場都沒有拼搏 其實也不是 天候古廟就是古廟 天候古廟街市就是街市 很簡單 一個是景點一個是街市 如果那些人既然去那裡 專門看天候古廟 然後他進到街市 發現還有古廟的特色 那不是令到整個社區的設計 更加一體化嗎? 那不是更好嗎? 這不是更完美的規劃嗎? 本來就應該這樣 我們將這個區變成天候古廟區 那有什麼問題呢? 其實沒有問題的 好了,你說皇大先的街市 不是皇大先子 那皇大先不是只有皇大先子 可以有皇大先上村、皇大先下村 可以有獅子山 大家都知道皇大先背脊就是獅子山 那我如果將他設計成一個獅子山街市 那有什麼問題呢? 一定要皇大先街市是皇大先的嗎? 好了,第三個問題 都是關於主題的 就是他們撈亂了 例如正方會說了很多東西 就是覺得是主題設計的問題 例如你看看這些設計多差 這樣又差,那又差 那些居民都不喜歡 但我的疑問就是 這個是主題設計的概念 主題設計這件事做法的問題 還是設計那個人差? 我看到有些餐廳 他將他變成一個主題設計的餐廳大賣 也有些餐廳主題設計之後倒閉 這個是一個執行上的能力問題 還是主題設計拿來做翻身的方法不合理呢? 我覺得這些所有的孔孔 其實正方是擺了出來的 因為他們今天那條線比較直接比較單薄 我不會特別批評正方這件事 因為作為正方 這樣也無可口非 他當然是行一些對自己有益的事情 但我會覺得反方在這方面的處理就 掉了 大部分都掉了 不掉的話 都是靠你們的那種伴侶員的直覺 即場的小聰明去補救 就不是想著這件事是一個整體的 四個人的討論 甚至乎有些時候我發現 有些少許前後矛盾的地方 例如去到反方台上的時候 明明說其實也可以地區特色很重要 但當他回答台下發問的時候 反方的義父同學就說 不是啊 其實地區特色真的那麼重要 我一聽已經說 我明明聽到的 所以這方面內容上我覺得要改進 至於表達上面 我只有一個點 我不想浪費大家太多時間 就是 不是現場的網上辯論要注意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收音未必那麼好 所以大家的說話要更清晰 可能節奏未必能夠那麼快 因為它會將你的聲音下降 第二件事就是如果本來已經很激烈 有時候聲音很尖很大的同學 會透過麥克風放大 所以會令到整體的觀感不好 這件事要小心一點 我是這麼多了 我留給兩位評判 多謝你們 黃教偉女士的評語 我們現在就請郭惠恆先生給一些評語 我們的同學 大家好 聽得清楚嗎? 聽得到我正在說話嗎? 是,聽得到的 好,謝謝 我很快地留言幾句 程序上先說一下 因為我將分子已經下了分 主席是否會檢查? 是,看到的 好,謝謝 我也很快地說幾點 我覺得這條辯題 回應第一個評判 前輩剛才說的話 我覺得是頗有趣的 因為一開始看這條辯題 都很直線 我覺得政方好像比較容易打 或者想點都很直接 那時候我就不斷在想 反方到底打什麼呢? 但想起來其實反方有很多 有很多突破點 或者有很多內容 其實可以發揮多些 我覺得這場都體會到少少 可以純粹從內容上講多些 條辯題的想法 首先就是 第一點就是 剛才評判也有講過 就是關於主題活化設計 這件事 本身其實是一個概念 我覺得今天政法雙方 可以給多一點想像力 給多一點天馬行空的想法 不一定要限時在現時做的主題設計上 因為政法很容易 不斷屬一些現時做了不好的例子 或者成本貴了等等的例子 我覺得這件事是正常的 政法一定會講這些 我覺得反方在處理這些例子上 或者處理這個定義上 我覺得可以天馬行空一些 或者可以給多一點想像力 在某些區 某些地方 某些街市 會不會真的有些特色 或者有些很特別的主題設計 但是你想得到現在是很正的 那你推銷給大家 我覺得這件事可以是一個奇招 或者可能是一個 挺好的演繹方向來的 就會變成整場 不會至於不斷在說貴不貴 貴不貴的那些 就會變成整個討論 我覺得是有趣一些 和豐富一些的內容 所以我覺得例子的運用上 固然正方是有的 但是我覺得反方在處理例子上 一由是回應回 可能今天反方台上 個別例子的數量不夠正方多 但是我覺得徹例 都是反方一個可以想的方向來的 在回應或者在思考部署 或者在豐富你的內容上 第二個我覺得那個突破點 或者其中一個爭吵的重點 就是在於公屋街市的四個字 其實不難聽得到 正方整個立論的背景或者基礎 都很建基於公屋街市主要 在服務公屋居民這個假設和前提上 我覺得這件事是合理的 都是很大路會想得到的 但其實反方可以 正如剛才第一位評判發言 就是開始說的時候 我也覺得這件事很重要的 就是正方雙方怎樣看公屋街市這件事 其實公屋街市固然有面向居民的一面 但是其實同一時間 它都有它的社會 正經背景 文化背景的脈絡在裏面 所以其實我覺得 反方在你演繹你的論點的時候 可以再抽更多一些 這些經濟和社會文化的脈絡出來 作為你的背景 或者去衝撐整個論點的建立 我覺得整個立論的基礎 會強調很多 或者不是純粹只是 可能一些細胖 或者只是說一些吸引了人打卡 那麼簡單 你可以提供多個基礎 去證明為什麼吸引了人打卡 或者某些地方的特色 或者某些 好像你們所說 地區的標誌 為什麼這麼重要 就是因為有一個文化 或者社會背景 作為立論的基礎去說 我覺得這些位置 就是托闊一些 對公屋街市的想像 或者受眾 我覺得會對反方 在豐富你自己的立論 或者完整你的立論裡面 都會有些幫助的 這就是我對於這條辯題 正反雙方的站位 正方其實很簡單 很直接 就是不實際 貴了 公屋居民辛苦了 反方在不同的方面 都有攻擊和遲入 我就著整場比賽 如果說我自己的比分 我覺得有兩點想提示 第一件事就是 關於台上的回應 我覺得有件事在今場 處理得到 或者當作兩邊辯論員 一個機會去練習 或者成長 就是處理定義戰 我覺得處理定義戰 是有些技巧的 而且是 哪怕打了很久也好 都覺得這件事很麻煩 和很難處理 這場也進入了定義戰的設定 就是正方會說 反方說話是現代化 反方一直強調自己 其實主題活化 都是活化 都是辯題的要求等等 我覺得在這些位置上 正方雙方 我固然會跟你們各自說的 論點或依據去比分 我覺得處理定義戰上 雙方可以注意幾點 或者在下一次面對的時候 可以作為一個參考 第一就是如果當作這些 定義戰的時候 其中一個最基礎的做法 就是講述你的定義的出處 或者這個也是我怎樣去理解 雙方在這個戰場上 打成點或比分的一件事 就是雙方在你各自演繹 自己的定義的時候 有沒有權威 或者有沒有助證 或者可能不論是字典 或者文件 或者是一些權威的專家教授 說的話也好 第一件事定義戰就是 看看大家有沒有支持 第二件事就算沒有支持 也好 我就會看你們怎樣去演繹 你的定義 包括你會不會在定義裡面 找到一些矛盾去處理 或者定義裡面 有沒有找到一些設例 例子去說 例如某某某 都是你這個定義的例子之下 那會不會有一些上綱 或者有一些歸謀的邏輯可以出來 這些都會覺得是處理定義戰的方式 或者是處理定義戰的做法 我覺得 政方的雙方可以參考大家說了 而這件事我覺得 政方是有優勢一點點的 因為起碼在政方的說法之上 可能因為早了 早一點的時候 在背景已經鋪了一些文件上 或者一些權威多一點的說法 所以變到 去到後面打下來 我覺得政方也會有支援很多些 反方也有的 反方也有解釋 不過這就是 在於兩邊有沒有預測到這個戰場 然後在一開始主變的時候 鋪好底 或者鋪好支援在背後 會令到場比賽在你負面的時候 推演會做得好一點 這是我覺得臨場處理上的位置 第二件事就是說法文 我覺得這場法文可能都因為兩邊 有些辯論員都比較清潔 所以有些法文的事情 我覺得可以提點一點 第一就是 有些比較開放的問題 我覺得就盡量小心點問 例如 政反雙方都有的 例如政方有問到 那些吊息其實有些什麼做得到 或者吊息外做什麼 如果我是反方 其實我只是把我主編稿講了 那些論點照數花一次而已 又或者反方有 發問有問過對方一些定義問題 其實你反過來給位置 或者給機會對面去重複 或者去洗評判腦多一次 他自己的定義是怎樣理解 所以在這些位置 我覺得 一方面要小心點問的 因為 你怎樣給這條問題 別人呢 別人怎樣接收 其實會影響 如果他答得好 或者給了一些易答的問題對面 其實會影響到他答得好些 或者影響到他的分數 所以我覺得 台下發問 或者這些發問的環節 固然是很難處理的 但我覺得可以一開始 試一下想一下 當你設這條問題 去問對面的時候 你就算扮演一個觀眾的角色 你能不能夠代入到 如果我是對面 其實我都會這樣回答 如果你想到這件事 或者你都遇上到 或者無疑到對面 其實是怎樣回答的 那這條問題的威力 或者局攻擊力 就會誠意的 所以如果大家下次在想 台下發問的時候 或者這些發問環節的時候 都可以再仔細多一些這些位置 所以我的評論主要針對技巧多一些 大概就是這些 最後也多謝賽會 或者多謝兩邊同學 就是明白網賽是一個 都新的嘗試 以及是一個 都要不斷試驗 不斷去做的事情 所以都很感激 辯論界的各位隊伍和賽會 都有心繼續辦下去 所以希望大家繼續努力進步 那下場比賽再打得好些 多謝各位 謝謝評判 那我們最後有請莫曉怡小姐 去就雙方的表現給點評語 謝謝 大家好 主席我的分子都可以了 看到了 接著呢 謝謝 我想先說一些小小的事情 就是這個風度問題 不好意思 因為我少少執著這件事 就是大家要留意一下 雖然你們在不同的項目 評判都不是即時聽到大家說的話 但是呢 如果你們不小心沒有 我們都會聽到一些 你們在場上說的話 我希望大家也會注意 大家自己的言行舉止 因為始終會影響評分 特別是風度方面 還有大家可以嘗試一下 控制自己說話的時候的風度 有提到一點點 然後另外就是 今天呢 我有一件事特別想提到的 就是呢 大家對於資料的運用 今天呢 其實兩邊的資料是否多呢 坦白說不是的 那 我同意呢 正方的資料是比反方完善的 但是一個問題就是 無論是正反方的資料運用方面 我還是覺得運用得不太清楚 譬如是什麼呢 譬如是某一些資料 譬如說反方曾經說的一個資料 是本身呢 有個街市 是的 這個麗角街市 本身的空字只有八成 然後你跟我說 活化之後近乎是沒有空字 那我就會心想 為什麼你跟我說近乎沒有空字 但是你前面又跟我說八成 那為什麼你不拿回一些實際數字 跟我說清楚呢 那我感覺上就好像在迴避一些東西 但是當然啦 因為正方沒有抓你這件事 那他們應該都沒有看過這些資料 所以就沒有抓到你 那但是呢 這些地方我是會有一點點執著的 是的 那另外呢 還有一個 minus的東西想說先說 就是時間的問題 每一個辯話都有時間限制的嘛 如果你太早完結的話 我覺得你漏了很多的內容 那你變相就有點浪費 那但是我理解可能是因為 這個丁丁的問題 可能你聽到你不太清楚 因為網賽 我自己學校也有經歷過 所以大家就盡量自己小心點 這件事 那我們現在就講一講主線的部分 很快地講一講 我覺得正反雙方的主線 我也是欣賞的 我覺得你們堆砌得很好 那特別是反方 你對活化的定義 是包括了這個加入新元素 突破思維和設立反現代的需要 我是很欣賞 這件事在正反雙方 其實有一個很明顯的衝突 因為政府是覺得 高屋街市只需要維持最基本的需求 就是他們就要便宜 他們就要簡單 但是呢 反方就是覺得現在新一代 其實呢 新一代街市的確是有這個概念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其實街市本身是為了 擺支一些在街上的小販 解決小販問題而建造的 但是到了現代的時候 大家發現 原來我們已經有超市 也沒有小販問題的時候 街市是否應該進步呢 所以政府也提出過一個 新一代街市的概念 其實正正就是在說活化這件事 但是今天有一個問題很有趣 就是當正方和反方爭拗著現代化和主題設計的活化 之間有什麼分別的時候 你們有沒有想過其實簡約設計也是一個主題 譬如說中環街市這樣 中環街市的活化 說中環街市的簡約主題設計 那簡約主題設計是否一種主題設計呢 你們可以去思考一下這件事 那當然如果你們很好運用的話 其實對於反方是有利的 但是反方是沒有用這件事來打 那就很實在地跟人打了現代化和主題設計之一 當然是分別的 其實也沒有什麼問題的 然後去到後場的時候 大家一直都有推進的 直到大家開始有一個泥沼的位置去到哪裏 就是關不關主題設計時 而這個位置的確是很難爭拗到的 就是一邊就會跟你說 其實你那些根本不關主題設計時的 是活化了之後的好處而已 但是反方又會跟你說 不是啊這些就是主題活化後 那你在資料上面很實際上 你都會看到的 是主題設計活發之後和之前的對比 但是這個東西到底關不關主題設計時 還是只是關活化的事 這是一個很值得商確的 而我很理解反方那個 覺得自己很難爭拗得贏的位置 就是因為的確主題設計 好像只是給了一個主題 而如果你將它和活化劃分開的話 好像的確是沒有什麼用途 但是剛才評判說了 我是覺得很認同的就是 其實到現在這個時代 一個公屋的街市 是否只是負責就是 它賣東西而已 它不負責任何更好的購物體驗呢 其實不是的 為什麼在講民方 講香港街市 這些機構會用主題設計活化 其實它是想提供一個更好的購物體驗 給一些消費者 而這些消費者 不單止包括一些公屋街市的使用 不單止包括一些公屋村民 更加是包括一些遠近的人 不要說是鄰近的屋苑 還是一些整個社區裡面的居民 事實上的確是很多人 會特地集合一些屋村和買菜 因為的確是便宜的 所以其實 是否使用者是否只有公屋居民 就算只有公屋居民 是否代表他們永遠就是 我住在一個箱裡 我去街市就是最便宜的 或者一個普普通通的街市 不需要更好的購物體驗呢 所以我覺得這些位置 是值得大家再去研究一下 然後呢 最後我想說一說 是結辯 我覺得結辯在一個挺值得的位置 就是今場有趣地 兩邊的結辯的框架都是很相似的 都是三個點這樣跟我們說 但是呢 結辯需要留意的一件事 就是有時候呢 我雖然明白大家寫過的時候 有時候會很大路的 很習慣寫著說 今天我們三個問題 有跟我們沒有資料 沒有論證 沒有推論 但是呢 有時候當你說這些 沒有資料 沒有論證啊 東西的時候呢 你套用到一場辯論比賽的時候 你要就一場辯論比賽 作為更改 譬如說 雙方都是在罵對方 指責對方 是沒有資料的 但是其實去到某些位置的時候 如果你們指責對方沒有資料的話 你很需要留意自己 到底有沒有充足的資料 去支持自己說的東西 特別是在正方 我對於這個資料的 論證要求 是會比較高一點的 所以希望大家會留意這個資料的使用 還有最後就說回 因為我自己學校也有打這條辯論 我覺得這條辯論是很有趣 很值得大家討論的 還有就是這個主題設計方面 活化的定義 我覺得反方是難捏得不錯的 而正方也是有針對活化和這個主題設計方面 嘗試作為一個分割 善用自己的優勢 所以我覺得雙方表現都不錯 老實說分差真的很小 在這張分子上面 還有 因為這個比賽的分子 它是用一個九格的評分制 所以其實大家都可以逐格看回 看回自己的表現 到底覺得是在哪個水平之上 都是比較清楚的 我覺得 不僅是一個對比 也是一個比較大層級上面 可以看到的定義 是的 我們的評語就是這樣 謝謝 謝謝三位評判的評語 現在由我宣布賽果 首先就是最佳辯論員的獎項 今天的最佳辯論員就會是 反方的第二副辯 吳建俊同學 恭喜 至於今天的賽果 就是 正方得票為3票 反方得票為0票 換句話說 今天勝出比賽的 將會是正方保六六世書院學校 謝謝